肺癌一直以來都是癌症死亡裡面的排名第一位 它的原因是早期的檢查不容易 通常會到就醫的時候 有症狀就醫的時候都已經是很後期的肺癌 即便是健康檢查的胸部X光 每年都照 也在早期的時候也不一定會照出來 現在有低劑量的電腦斷層 可以在肺癌有非常非常小的病照的時候 就可以偵測出來 因此國民健康署在根據過去肺癌篩檢的經驗 就在加入肺癌篩檢 使用低劑量電腦斷層來做篩檢 黃先生是因為姐姐是一個肺癌的患者 所以接受了國健署早期肺癌篩檢計畫 意味著發現雙側的肺的左上肺及右上肺 都發現了早期的肺腺癌 在張基這裡接受了胸腔鏡 雙側的單孔的胸腔鏡手術 同時切除了兩側上肺的單元的切除 手術時間僅花費三個多小時 手術中的出血量只出血30cc 病人手術後只住院了5天 手術恢復得非常順利 最後的病理切片報告是第一期的 雙側都是第一期的肺腺癌 所以病人並不需要做後續任何的一個 輔助性的化療或者是放射線治療 或者是標靶治療 病人目前都已經痊癒 然後回復正常的一個生活 現代化的肺癌治療 包含了3D胸腔鏡 單孔影像技術 以及3D影像重組 以及復合手術下的影像定位 我們彰化基督教育醫學中心 有提供這樣最先進的一個醫療設備 最好的一個技術 然後能夠對這些早期發現肺癌的一個病人 能夠提供一個合適的一個治療 然後並且病人可以很快的出院 然後得到一個痊癒的目的 那希望透過早期肺癌篩檢計畫的患者 能夠在這樣的一個醫療的幫助之下 可以提早的回復健康 謝謝大家 本身是透過我姐姐的這樣的一個親食關係 剛好國健署有推動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我姐姐叫我去做這樣的一個檢查 剛好發現了這樣的一個解決的部分 所以說當初漢基也把我這個資料轉到 張基這邊的王院長這邊去做這樣的一個追蹤 那王院長看過之後 還是建議我還是要去做這樣的一個 手術的一個切除的部分去做治療 那所以這個過程裡面當然我要 很謝謝漢基跟張基這樣的一個醫療團隊 對我這個部分去做這樣的一個治療 當然我們希望說 當然國健署有推動這樣的一個計畫 當然也希望說 國人符合這個條件的部分的話 我們盡量做這樣的一個檢查 做到一個早期發現早期治療這樣的一個狀態 謝謝 漢明基礎教育醫院因為特殊的地理位置 那跟我們張基總院是非常近的 那我們所有的檢查也包括判讀 包括檢查的儀器 都是比照醫學中心等級的 因此我們能夠用好的機器幫病人 能夠找出他的早期的病灶 我們也有堅強的這個張基醫學中心 總院的這些醫療團隊 他可以給病人最完善最專業的照顧 所以我們的執行業務也是跟醫學中心一樣 那加上他的這個分級醫療的關係 他的費用比較低 所以病人可以放心的在我們那邊享受比較低價 但是高品質的醫療服務 漢肌被癌早期偵測計畫成功